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吃宽叫條起源 我們上次殺了這個邪惡的傢伙 今天 要去找胡同 找胡同 沒有接的 這個 自動走路真的是不太可怕啊 陸進了 這些嗎 不是 這個 好來啊 要不要直接往我衝 好衝 我從後面的開始偷襲好了 用追馬的方式偷襲 一隻一隻拿掉 最安全的方式 你們該不會偷 不是這樣了吧 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 欸 跑了嗎 沒有 來了來了來了 多 啊 不好意思 這裡是神士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鑽巷子 鑽上去 我直接去追胡同 另外一個不管他了 拿到胡同先贏 抽 移動 被找到了 不行不行 砍不定啦 我把他射死 加油,你太遠,算個算,這一個 再一發,去吧,我的箭矢 哇 哇 沒有命中 又被抓到 這邊,這邊 巷則萬能 拉到你啦 周圍怎麼又是人啊,拉掉,拉掉,拉掉 撤退,撤退 撤退 卡住,卡住 啊,不要再追了 熊褻過 朝這裡刃上去好了 遺失去刷 我們走屋頂的路線 回去 逃跳了 回來了 說好獎勵 YES! 聖德! 我拿到這個陰森戰稿 那我們先離開吧 這個前面的 還沒有清完呢 城市之後再去 這裡是廢棄的神殿 這裡是廢棄的 旁邊走的 有! 老大 幫你們刪喔 老大~~ 嗨! 哇哇哇哇 快走快走 怎麼會 都不知道是士兵還在土匪啊 躲著 他來了他來了 搶獸劍 抓不到我 喔來了來了 下來下來 偷偷爬上去 摸掉他 怎麼會過來這 沒抓到沒抓到 沒有抓到 我 抓到 抓到 下來 誒 阿 哇 阿 好痛 好痛 後悔 退退 退 阿 阿 阿 NO 噢噢噢 哈 好險看死他 原來這把劍是回血劍 殺掉人會自己回血 那個人來了 往下躲 往下躲 好像有機會摸掉他喔 掰 還是要幾個人 拿到寶藏就可以走了嗎 先殺 一個 再來一個 然後這個 OK 走了 掰掰 寶藏就在這了 回收一下電視 回收三根 還行吧 這個電真的是非常好用 好了 耶 離開神廟 繼續往 都是哪個方向我也不知道 閻路 天 獵狗 獅子 獅子 居然跑走了 意外 萬獸去往 啊 就是什麼這麼難想 獵狗還比較兇 獵狗比較兇 救命兇啊 等等等等等等 別鬧了喔 不想在這邊被圍繞置死喔 還有第三隻 等一下回血 我想想辦法砍死 一隻就起碼我可以 再回血 應該不要把毒刀換掉了 毒刀就起碼 不要砍到 現在就可以等他們自己都死 欸咻 欸咻 砍到了 砍死他 砍死他 跑跑跑跑 下一次下一次 屍的來了 屍的住陣 感謝他 好 剩下一隻 還有兩隻獵狗 一隻獅子 一隻獅子 不用得力的時間 另外一隻獵狗去啦 啊 都來了 你們去護塔啊 退退退退 哇 獅子好硬喔 再壓一幫 יש了 對啊 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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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哩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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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偶好像也還還沒 剛剛快速解決掉廢棄神殿 好像沒有什麼主題可以講 就來延續好久以前說過的醫學話題好了 在埃及的醫學出貨中 除了對外科手術的描述外 也有不少內科相關的知識 尤其是跟婦女體病有關的篇幅相當的多 目前發現的埃及最古老的醫學文件 卡昏成婦科紙沙草文稿 中記載有34個婦科病的範例 那我就挑幾個比較特別的來說 完整的英文版連結我會放在下方的書名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點來看 提醒一下 之前有說過 埃及的醫療文獻會清楚的告訴醫生 要說出什麼樣的診斷 第一個案例是 如果一個女人她眼睛痛 視力缺損 還有脖子痛的話 診斷是 子宮的排泄物 跑到眼睛裡了 那治療就是要用新鮮的粉香跟脂肪煙燻陰霧 然後用鵝肉煙燻眼睛 並生吃驢子的肝臟 這也太可怕 不過眼睛痛啊 視力缺損 和脖子痛 就會讓我想到 我常常有的偏頭痛 痛的位置還蠻接近眼睛的 大概在 這個眼睛上面一點 然後會出現一些閃光啊 然後脖子也會有一點痛 我不要這樣治療啊 還好我不是國外雞人 還好我不是國外雞人 斷氣冷鐵 還有文件 看看寫什麼 對賽赫美特的獻祭 賽赫美特請照看我 今晚我將步上我常年可睦的旅程 與最了不起的野獸一起生活 我會在西方的山丘丘 加入獅群的驕傲 因為我的新家庭 永遠受保護 這 山丘上 看看 那邊嗎 獅群 感覺 感覺應該就是這裡了吧 啊真的 真的是在這 第二個案例是 子宮疼痛 那 就要問病人 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如果病人回答是腐肉的味道 那就要告訴他是子宮有趣了 治療的方法就是 用各種腐肉煙燻他 而且要挑 跟他發出相同味道的腐肉 這也是蠻奇葩的 好下一個 牙齒痛下巴痛 然後沒有辦法張嘴 可能 昨晚太激烈 醫生的診斷是子宮生氣了 治療方式是 用動物油脂跟薰山晃河 煙燻他 然後用放了一天的 鋁尿 撥他 如果他的下腹 整圈疼痛 就表示是寄生蟲 啊 唉唷 我會不會倒不飲啊 下一個 女人彈力不好 抖動的時候不會拉伸 這啥鬼 哈哈 彈力不好是殺鬼 你知道嗎 要 搞動 A級的女神嗎 那診斷是 因為子宮收縮 治療是讓他喝兩單位的飲料 然後 再讓他一次通通都出來 除了這些用煙燻的方法之外 也有用直血棉 塞到引道做治療的 另外 古埃及有一個特別的驗孕方式 這個方法讓女神 尿尿在混合了小麥 大麥 枣椰子的沙上 如果任何的麥粒發芽了 那就表示 有啦 小麥發芽代表的是男生 大麥發芽代表的是女生 這個方法在1963年 有科學家做了驗證的實驗 很意外地發現 檢測懷孕的準確率 居然可以高達70% 但性別的判斷就不準了 科學家們認為 這是因為懷孕的女性 尿中會有比較高的磁基素含量 而這個磁基素 對種子的發芽是有幫助的 在當時懷孕這些事情 對古埃及人來說還蠻重要的 要是不孕的話 他們就要去拜生育的神 甚至要跟公牛去做 象徵性的性交 因為古埃及人相信 這麼做就可以打同獸胎的通道 那如果要避孕的話 他們就會用陽花樹的樹葉 塞進引導裡 看它寫什麼 父親我非常擔心你 你上一封信讓我非常擔憂 我擔心你因為沙漠的高溫而分頭 如果你試著要去獅子生活 豬神將不會保護你 你會被吃掉 我求你 拜託再好好想想 原來是 兒子給他的信 已經太遲了 我只能把他的 這個帶走 戰士狗鬼板 好 我們這集就差不多 到這裡吧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和直播 還有FB的粉絲團 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